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簡報的部分 首先我們就進到這邊來 那這個是PREIS的簡報 你們可以看一下其實比較好的 我們講說比較好的一個學習方法應該要怎麼樣 回家先預習 再上課只做練習 回去要做複習 但是現在教學先討老師都知道其實 還有很大努力空間 很大努力空間 那以往因為我自己反應還蠻習慣錄影的 所以上課的練習跟課後補習這段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搭配所謂的one note 主要就是希望說 同學其實在我們上課之前 我平常大概就是上課前大概一天或兩天 有時候是前三天 一個禮拜前公布大概沒什麼用 反正那個訊息過了就過了 所以方法要前一兩天 就是給他看 至少我要告訴你現在要上什麼 所以另外呢 可以先讓同學有個地方 他可以去聚焦在我哪一天要上什麼內容 然後呢 再這樣把它搭配起來 其實我目前這樣實施下來 一年左右 我是覺得其實確實有改變了 所以改變就是說同學學習的狀態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整個學習的成效上 我覺得確實有比以前再更好 所以我會在裡面 還有把同學這個整理出來 還有把同學這個整理出來 老師有沒有發現同學常常都會互同樣的問題 你累了嗎 所以我就會把常見的問題 把他慢慢都整理在這邊 同學可以自己先看 自己先看 那大部分下這個盤名在前面的 就是不管上學期上課 下學期上課 就是有的會問 所以我就會告訴他 拜託看一下這裡 自己看的 常常會比我們用講的來的好 因為比如說他們常會遇到這種軟體 就是出現在裡面就黑黑的 那他就可以從這邊知道說 我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 這樣子 那麼 我們在做這個翻轉學習的時候 其實您看到這裡 這裡有幾個介紹的影片 這個是可安學院的創辦人嗎 也蠻不錯 那你看到這上面這幾個影片 講的都比較是屬於所謂自學的部分 自我學習的部分 那自我學習當然也是一種方法 那我是把one note比較放在 就是跟我們課程做指數 因為我覺得說自我學習 同學動力要夠 就好像我們一般看的空大 等級的板 等級的看手機往上 不見得有效果 還是要看同學自己的意識力 那我們呢這個我就不看 我們就直接先看這邊 這個是老師手上拿到的資料 總共有四個頁面 那在最後的頁面這邊還有加上我們今天的 延期的那個連結 最後一頁 最下面那 加上我們今天那個連結 所以您回去的話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麼我們呢剛剛呢大家已經有先註冊了 對不對 好我們就往下 首先呢 首先呢您要用one note的話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要所謂的知識 知識就要有點像你的教材 我們教材喔 所以您看到這邊 您進到one note之後再進來 他其實剛剛都有問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首頁要設哪裡 有沒有 剛剛有的人有進來有問的話 你的首頁要設哪裡 你可以自己選擇 像之前那是預設在個人 可是我是比較喜歡要發現 因為我會發現說 原來有整理什麼好的資料出來 我又可以去引用 所以等於說知識的部分是屬於 我們的那個教材的 那你從這邊 你也可以看到我有分享一些 那如果我覺得 別人的 假設這個 還不錯的 我就會把它做一個所謂的訂閱的動作 在右上角 你可以從發現這樣進去然後就訂閱 那你說我沒有訂閱我可以做學習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你可以看左手邊這裡 假設我現在沒訂閱 你點了之後 有沒有一樣可以看 可是差別在哪裡 有訂閱的話 他會幫你做所謂的學習紀錄 你也可以做筆記 像我們剛剛不是在 自己筆記跟塗鴉 對不對 好那你看我來訂閱一下給你看 我按一下訂閱 訂閱 好訂閱之後 有沒有發現這邊 好像有一點點變化 哪裡有變化 前面變成什麼 這是教材的時間 如果是影片的話 他會抓出影片的時間 前面是你閱讀的時間 好那我就點 同樣這個進來 跟剛剛不同的是 有沒有發現你的筆記 塗鴉都出來了 那右下角這邊呢 這個是所謂的補充教材 也就是說 您 不管是您自己或別人 他如果有一些跟這個影片 或者是教材相關的 他就把他補充在這邊 好就把他補充在這邊 所以這樣應該也不錯吧 對不對 所以 您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所謂的那個知識的部分 我們剛剛看到的在這邊 在這裡 知識 你透過這個 你可以自己建立知識 也可以用別人的 因為網路上 有別人 也許整理得很不錯的 我就可以直接把他拿來 那拿來之後呢 像這樣子來用 你就可以拿到裡面來用 那麼我們再往下走 如果你自己去創建自己的知識的話 就等於說你可以自己 把你的這些 內容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分享或不分享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別人 那表示別人那個是有 公開的 你假設我覺得我這個 不想要公開 有我自己的東西 那我就把它設為 這個 看一下我的這邊 您從這裡看會比較清楚 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 有的是有鎖頭的 有的是這樣子的 表示說這是知識公開的 別人可以 直接看到 那有一些 可能只有我自己課程的 我就不希望 受到干擾 那我就把它放到這邊 就不公開 預設是不公開的 不公開的 所以 這樣這樣呢 彼此 其實說真的 反正 可以公開的 我們現在公開 多一些交流 事實上 常常 有些時候我都覺得 得到比較多收穫 我目前上課的 包括延期 或者是 學校上課的 那個影片 其實我都是公布在YouTube上 看起來好像是對自己很不利 可是我是覺得 我反而 收到比較多回饋 比較多回饋 好 那這個是 知識 群組的話就比較像是 教士的概念 比較像班級的一個概念 研究之後你看 有雖然 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有所謂的知識 那你點進去就是 個人學習 所以沒有人跟你做互動 對不對 那您如果說進到我們的群組 你看我們這個群組 透過您從八線這邊去找群組 那進到群組以後 有沒有發現上面就有很多功能 包括了 訊息就等於是 好像公告一樣 應該講公告 那建物的部分就像您現在看到的 我可以針對 不同的時間 也好 不同的阻力 我自己把這些 整理好 那這樣 參加這個群組的人 和班級的同學 能夠自己 就是 自己閱讀的 或老師閱讀 都OK 那很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統計 統計裡面呢 就會包括了 我來看看 有哪些人 有沒有開始閱讀了 有沒有 他閱讀的情形 閱讀的時間 你可以點進去看 有沒有發現時間都在這邊 對不對 那這個不是說我們要去控制同學說 啊 你懂得怎麼你 呵呵 我們要正面一點 就是 同學不錯喔 至少看了一分鐘 有沒有 表現 很不錯 有沒有 給你一個讚 我竟然掃入負面的 我們竟然正面鼓勵嘛 所以他裡面就是有這樣子一個機制啦 增加我們的互動 互動的一個 其實你把它勾起來 那你就可以給他一個 那 這是完成的嘛 你就到後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成員的這邊 有沒有後面有的人都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就是你給他的啊 那你 也可以到學期末啊 像我上學期我就有啊 學期末我就 把 小禮物這樣子啊 鼓勵他一下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你什麼時候給他的 呵呵呵 等於說 是一個 多一個互動 所以在任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那 除了 這種就是教材的閱讀情形 我們也可以加上 因為我想老師多少也會想要用測驗嘛 測驗了解一下同學的情形 而不在乎分數多少 那 您就可以看到這裡有測驗題 對不對 怎麼樣 老師要跟他講 站看看 有很多測驗類型 那如果老師覺得 你在一般教室上 就不再像這種 電腦教室上課的話 你也可以搭配這個工具啊 是不是 就 有沒有 就請同學上來按死亡之案 呵呵呵 像這樣 那這邊你可以決定要重複或不重複 預測是不重複的 有沒有 就一直抽下去 如果我看看 大家表現怎麼樣 喔 這麼巧 要抽到他 好這反課就沒辦法 反課就 不能玩這個 那如果說 你覺得 這個都不錯 你就直接再表現 有沒有 怎麼樣 就回答著 看你的情形 這樣就可以玩 那 我想呢 老師可以先來玩玩看測驗題 好不好 我們先從 就是學習的角度來看看這個 萬妙這個平台 你覺得 用的 怎麼樣 那如果你說用的好 當然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當作一個教學的工具 好 那 測驗題裡面呢 有八題 總共有八題 那 有分幾種類型 一種就是所謂的練習 好 練習 那練習的話 就是同學可以自行檢查答案對不對 好 你可以一題兩題都可以 那 投票的部分呢 這個應該沒問題 只是說這個就 看不到答案 同學端 看不到答案 還有呢 有塗鴉題 你可以 每次都用 市首 多選單選 不對嗎 有時候用土的也可以 所以等一下我們試看看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影片裡 有沒有我們現在這邊很多 剛剛 不錯的影片對不對 可是 不是要他看診斷 而是要看到 可能在某一段 一樣的地方 我就要問你了 請問 剛剛看到的 有什麼樣特殊的 有什麼原理之類的 就可以用這個影片 好 就可以用影片 那我們先讓老師先試看看這個 好不好 這個 24節氣 剛好昨天剛過了一個 昨天是5月6號 對不對 昨天是24節氣裡面的 糟糕 立下 5月6號是立下 請問這一題 我們問一下大家 請問 24節氣 到底是 陽力 還是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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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各位打釋 試看看喔 好